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首先带您来看到玉璃镇公所 推动自强路拓宽工程计划 在主客观因素影响之下 终于在31年后的今天正式拆迁动工 为了使拆迁作业进度能够顺利的完成 代理镇长江东城是联系了玉璃警分局 维持现场的秩序 并且表示自强路拓宽完工之后 也能够提升市区交通效益与品质 减少事故的发生 怪手等大型机具重锤之下 早在31年前就已经完成用地征收补偿作业的 自强路拓宽工程计划 现在终于正式拆迁动工 玉璃镇代理镇长江东城亲自到场作证 民国80年玉璃镇公所推动 完成自强路道路拓宽工程计划作业 却因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未能执行 整个市区交通效益与品质也停滞不前为获得改善 也使得整个市区交通效益与品质停滞不前为获得改进 成为了交通安全的隐忧 寿命代理镇长一职的江东城有鉴于此 主动出级全力以赴来解决这一项交通的成年老案 我们把一些相关的一个组建物的部分的话 已经把阻力来排除 包括人员的抗争来做排除 顺利的把一些组建物的部分的话 已经做出一个拆除的一个动作出来 所以拆迁物部分的话我也非常地感谢 他们也知道有一些权力上的受损 但是他为了知道我们这个预理镇的一个发展 也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预理镇公所在县政府以及内政部应建署的支持下 补助将近400多万元进行这墙路南车用地建物拆除 以及近500公尺路段拓宽为15米 代理镇长江东城也万分感谢周边住户 以及地主的支持与配合 若工程顺利的话 代理镇长江东城表示 后续包括沿建开通至新兴街 打通整区交通任督二迈的工程计划 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记者是玉兰玉理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